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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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说您太天真 革命党人永不投降 杨生兄 杨生兄可真是 可谓是年轻有为 时代之楷模 楷模 楷模 我们敬楷模一杯 他们居然有这个目的 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坑门管建 没想到还和民国的高层有牵连 对 领太队 Church 杨生兄不佳副国的高层有型的爱人 杨生兄 杨生兄可真是一样的 增量大人 杨生兄 took up 朱 advanced 我和同窗去看花灯 火树迎花不夜天 众生轩天 戏台上最有名的弹局彩凤飞 正在野霸王为净 台下的观众好不热闹 我耳边却突然传来一阵笑声 人那么多 声音那么多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见了 我转过头 他也在看着我 没关系 我救了 我怎么做得好 我都找了 我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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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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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不梦没 无所谓 只能再一遍后悔 爱不退 可是不能为你 若还敢随着 第二天我去提亲 半年后我们成亲 好 好 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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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我想象中温柔 贤惠 我确信他是我一生所安 新婚之夜 我们彼此许下诺言 不论今生遇到多大的难处 都必定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可是没想到短短半年 我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我四处寻找 只觉得了无声趣 恨不得随他而去 但我又想着 万一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发现我不在 他该有多难过 那天我偶然看到那本名则 你还没想到 我能不激动吗 我等了整整三年啊 不行 我要去找他 旧金山那么大 你去哪儿找 好 坐坐坐坐 我给旧金山的朋友 发了个电报 让他们仔细留意 一旦有消息 我陪你去找 就怕这个王道仪忽悠你 放心 王道仪这次跑不了 他的东西都在我手上 多则三五日 少则一两天 他一定会回来 我们手入带兔 错不了 呦 呦 媳妇 帮我哥哥报仇 媳妇 要跪也是我先给你跪啊 来来来 有话好好说 坐坐坐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家世世代代 经营药铺和酒楼 父母去世以后 我还想 家业就落在了我哥哥身上 他每年都要出去进货 有一年他突然慌慌张张地回来 说出了大事 什么大事 咱哥怎么了 他在客栈落脚 一般都会喝两个 那次喝多了 就和游方术士发生了口角 把人家给打了 打得不轻吧 是 我哥哥习过午 打断了两根肋骨 当时正在吃火锅 还用炉火 把对方手烫 我太难了 你哥要是还在 我这妹夫也不好当啊 结果当天晚上 就发生了怪事 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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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的书太少了 我专门查过相关资料 发现里面的确有记载 顾流星人的故事 元代桃综艺的南村绰庚路 圆梅的紫布语 甚至是聊斋志异的朱尔片 都有记载顾流星人 道家不也有句术语 叫做采生哲歌吗 《红楼梦》里 马道婆就是用渣指人 害了王熙凤和宝月 这都是些演艺小说之类的 这你们都信哪 世上哪有什么魂魄 还有什么柳仙人 魂魄长什么样啊 多少钱一斤 有几种口味 都给我来点尝尝 你自己不也没见过 都是在书上看的吗 演艺小说你不信 大清律历你总该信了吧 大清律历就有分四条 分别是泥塑采生 纸人采生 木雕采生和竹竿采生 大清律历封建落后不能信 那二担子呢 就发生在眼前 从古至今 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 怀疑过这些没有思辨能力 好了 还不说这些了 那后来呢 后来 我哥也没当回事 第二天继续出门谈生意 当天回到客栈 就出了事 就出了事 客官呀 你可回来吧 什么事啊 这屋里的几位官爷 可等您半天了 衙门的人 他们来干什么 您自己去看吧 二位 有何贵干 有人举报你拐卖小孩采生杀人 所以我们就前来调查 胡说八道 我是本分商议人 几时拐卖过小孩 那你就把包袱打开 你不动手 我们帮你打开 好 打遍的 你们可睁大眼睛瞧清楚 好你个妖人 赃并祸 还有什么好处呢 我是被冤枉的 我是被冤枉的 因此下了大雨 他们说我哥 管卖小孩 几次过堂之后 就定了死罪 这罪定的也实在是太随意了 最奇怪的是 那些被拐卖孩子的父母 都说夜里梦到了孩子托帽 说遭了连凶的毒手 哥哥言之凿凿 不由的人不信 这算什么呀 连做梦都能成为断案的证据啊 梦里乱七八糟的 什么都有可能 后来 这案子通了天 一直捅到了刑部尚书那里 京城闹得沸沸扬扬 尚书李明昌 给定了林池死罪 他这么糊涂 这明显就是凶手故意栽葬 难怪你会被满蓝抄斩 看来你哥的案子 不简单哪 我哥饱含冤屈 可是人生地不熟 李明昌非要置他于死定 还好哥哥早年习悟 还好哥哥早年习悟 身手不凡 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这事也不一定是李明昌要弄一个 连凶刚到家里 就收到还捕文书 本来想着在自己地盘上 什么冤屈都能解释过去 于是我就劝他自首 第二天他被关进大牢里 就有人跟我说 连凶疯了 我进大牢一看 发现平常的英雄豪杰 竟然却变得疯疯癫癫 嘴里一直喊着有鬼有鬼 都受脱销了 当时的县令是谁啊 还能有谁 不就是陈天官 当时 方栋替我哥打点上下 我哥好不容易求乐情 说可以出来看病 结果趁人不注意 哥哥就偷睡而死 哥 哥 别过来 哥 你要干吗 我今日一死 灵魂化作厉鬼 必让这祥城有时不得安宁 潮潮 哥 哥 后来发现 他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替我深远 我哥以前 把他详细的遭遇都讲给了我 尤其是那个人的羊毛 还有形状特殊的疤痕 我确认 就是王道义 你放心吧 李明昌我听说过 我一定可以打探到真实的消息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咱俩的事是分不开的 别胡说了 别矜持了 你俩好得像一个人 我们又不像 还是有名为人的 方栋 你跟着他也学坏 是你说的呀 是你说的呀 我替你报了仇 你就得和我好 你有证据 那我不帮了 你敢 不敢 单眼皮 小眼 笑起来的时候 有点坏 我们都苗 一 commemorate 我们要证考 少许 我们ốn啦 1951 bel悟 都好 老门 少许 病 没有 同病 我acağım 没有 而学罪 你 那不 我们 十二万 我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 杀个猪 就算把猪肉 猪蹄 猪下水 还有肘子 大肠全都卖了 也不值十二块大洋啊 这一次 我们解救了多名受害者 抓捕主犯张驢子 还有一名罪犯王道医在逃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随时上报啊 上报者奖励大洋 一块钱 小方 这个就是王道医 大家瞧仔细了啊 都看仔细了啊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这个就是王道医 想必大家也都认识 我就不多说了 至于这个怪物呢 九鹰其实就是一条蒸汽巨龙 工作原理就是热气球上升的原理 是由一个不停燃烧的发动机 推动齿轮使管状的巨龙头 通过蒸汽的力量上升 再通过人手拉动下面绳索 就可以使他在烟雾环境里 自如地行动了 好 有钱 来了 来了 这是什么呀 让他动一动 这什么东西啊 不会动你的 什么呀 这什么东西 这 这啥呀 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 机械原理 以小见大 九鹰能动 差不多也就是这么回事 大家想不想知道 九鹰具体是怎么动的呢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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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呢 快说吧 这不难特别简单 大家要是想了解 机械运动的原理 欢迎随时来衙门找我聊人生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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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儿已经放下去了 就等老狐狸上钩了 我这乖乖 都是千年的狐狸 跟人家玩什么了着 跟你讲个故事 我家旁边有一条小水沟 小时候我老喜欢在水沟上 跳来跳去 后来被我父亲发现了 就下了禁令 不准我再跳 说有伤君子风度 他越是不让我跳 我就越想跳 后来都落下心病了 看到水沟我就想跳 我也是 看到钱就想要 卧底个乖乖 你们都出家了吗 怎么今天吃的是全素斋啊 东东 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 要想日子过得去 桌上就得有点绿 你这个老古板 不懂现在的养生趋势 没事儿多跟我学着点 精辟 真是精辟 在这里还住得习惯吗 有点想家了 家里还有一太太 等着呢 好兄 人生苦短 不要总在财色中打转 那点什么地方打转啊 既然决定要打转了 你就应该多吃蔬菜 补充营养 等抓到王道医 只认了他 就放你走 多吃点 我们接着喝啊 我们接着喝啊 快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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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快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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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快到诺子了 快到了啦 那etaan的 收拾一下 快到了 枝 好 抓小偷了啊 找这个 王仙人 我说咱们找不着呢 可我改不了吃屎 站住 别跑 用狼粪擅于骨芒消 制成隐身烟雾 再配合钢丝绳索助你脱身 王道义 你骗谁呢 你干脆找个大物天都省事啊 好 带回去 别动 别动 孔雪莉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你画的这通缉令 哪一点像我这不朱元璋吗 你说斜拔的脸就行 还真挺像的 你要是不会画就别画 找个会画的来嘛 这什么垃圾 你可以侮辱我 但是不能侮辱我的艺术 那我也警告你 你可以嘲讽我的技术 但不都别对我的研制 这块铁牌是干什么的 你这是假的吧 大哥 我知道你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袁春风带头搞事情 你和张驴子是他的狗腿子 你们还不满足现在的状况 妄图把事情搞到上面去 是不是 别别别 我先更正一下 袁春风跟我是带头的 张驴子是狗腿子 好 这倒要证 二担子的血衣 胡萱萱的口供 加上好有钱的人证 还有张驴子 这些你不承认也不行 这些血债 包括连钞生的 你都得还 就你知道 你试试看杀得了我吗 再说了 方总 要是没有我 旧金山那么大 你到死也找不到姚子锦 紫锦真的在旧金山 我觉得他现在过得肯定不好 我还记得他当时被抓的时候 嘴里一个劲儿在喊 方洞 方洞 然后哭了睡 睡了哭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 我记得他当时有 一个多月的身孕 这么算来的话 你儿子应该三岁了 你冷静点儿 人家随便挖个坑 你就往里跳是吗 他说紫锦怀孕了 他就是想看到你这样 紫锦在消失之前 院士已经推迟半个月了 好 大人 大人 大 不是 大人您干吗呢 不对啊 不是 不是 什么不对啊 衣服不对啊 这 我穿这前卿的这个衣服 去审案子 你觉得合适吗 这确实不合适啊 就是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 民国的县官该穿什么 咱也不敢说也不敢问了 再说了 这大清的律法都废了 民国的律法我也不懂啊 我 我拿什么审案子 名不正言不顺吗 不是 可是 大人 你以前审案也没议过律法呀 怎么说话呢 瞎说什么大说话 让他们等着 是是是是 老爷 老爷 出事了 老爷 又怎么了 出大事了 您快看看吧 去去去 你们俩先去看 我换身衣服 行行行 走走走走 你跟我过去 是 闪闪闪闪闪闪 come for me 放这个 走啊 濬发 astes 向前仁 皇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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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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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你这 你看见了 他们拿鸡蛋砸我 是啊 给我掉兵去 灭了他们 掉掉掉掉 掉多少 有多少 掉多少 好嘞 好嘞 干吗去啊 玄力 你走上来了 你快去给我叫人去 赶紧灭了他们 你看我 大人 他们是冲着王道一来的 把王道一处理了 就完了 你要对付老百姓 名声不好 就这么简单 不错啊 玄力 没白疼你 对啊 可是我现在觉得很没有面子啊 不怕 咱们有证人 好有钱 一直在县里住着 现在审一下王道一 王道一还审个屁啊 害我汉生兄弟 不要审 直接想毙 还有那个什么证人 放了 放了 没他什么事 让他鬼带 这个 枪毙这个事啊 趁着夜色 你看现在外面这个局势这么乱 大人 枪毙王道一必须示众 杀一警百 你认真的吗 认真的 好 你上 由你全全处理 行好吧 来 站在一起走 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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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生哥哥哥说吧 一会儿大家去小河边 我亲自释放你们的王宫 怎么样 你不会骗人吧 是不是 你不会骗人吧 骗人吧 你要是骗人 我们大家伙把你家给拆了 对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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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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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散了吧 去河边啊 一会儿 走 我们到河边去的 好 行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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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上 我带你走 好 你好歹给我整套和身呢 这一看就不是我衣服 我就知道你会干傻事 对不起 我现在必须带她走 如果我一定要阻拦呢 那就只能抱歉了 把你那小耍箱给我收回去 你罢 黄大医 说出她老婆的下落 我送你走 东西 东西 我现在说 到时候你不放我走 我也没办法 那万一你走了不说怎么办 这光脚的呢 不怕穿鞋的 是不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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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医 河边给你准备了船 上船就说 好不好 好 南方县员好吗 白兰员好吗 黄仙员 你可算回来了 都是一场误会 让您担心了 大家受惊了啊 受惊了 守住了 平安就好 回来就好 怎么样 没骗你吧 算理实相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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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啊 孔雪莉 真的要放了她吗 你跟我说过的话都喂狗了吗 我真是 你滚吧 这是有原因的 那你倒是说呀 你说话呀 王先生 慢点 王先生 我带上去 谢谢你啊 王先生 你 王先生 慢点啊 王先生 慢点啊 快 跑 跑 跑 快 跑 王先生 回来啊 小燕就坐在那儿 再见啊 你坐坐坐 平安 王先生 你慢点啊 王教医 我们等下 救命啊 快 这 你没打仗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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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道医 你该说了吧 我早就告诉你了 人在旧金山哪 还有 林海平 别忘了你的命相 跟你们完 王道医 害了这么多人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报应啊 我这辈子 我看 没怕过什么 最怕的就是没钱 不过我算过 我呢 是大富大贵的命 能活到七十三的 今天就让你人才两空 洪雪丽 你老了 爸 你老了 你怎么能死 我回来找你的 你没机会了 王道医 你残害百姓 修炼柳仙人 买卖人口 杀害连超生 装神弄鬼 今天我就替天行道 送你上天 开放 你老了 你老了 我们上天 你们好 他们上天 我 他们下 他们上天 你 珍貝 有 不是 都看见了吧 就是诈给你们看的 以后谁再胡说八道 妖言惑众 这就是榜样 是他诈死王先人的 弄死他 别动死 别动死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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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哪 杀人哪 就啥呀 他真是自杀的 算了算了 走吧走吧走吧 顾折立 走吧 顾折立 谁 肅 cas 文豪 桃儿 刚才我们一直忙着救护 张立在车乱逃跑了 你是不是要吓死我 你不是让我滚吗 计划你也行啊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要走个十天半个月的 你也等 等 死等 你怎么 怎么在这也不吭一声 刚刚不吭了吗 我刚刚太激动 忘了告诉你了 谁啊 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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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动 把我枪拿来 放动 把我枪拿来 你家不安全 去我那儿 一起去吧 走 走 走 哥 方大哥 哥 小朋友 你好了 我挺好的 我要找我哥 你在这干吗 你哥哥昨天晚上想喝酒了 要我跟他一起喝 那你进来吧 你干吗 你干吗 睡觉呢 去你床上去 不要 你的床舒服 你们昨晚真一起喝酒了 对呀 我还没清酒呢 别烦我 你放走王道医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你还矫情起来 一个男人 女人丢了就去把他找回来嘛 相信王道医那种话 王道医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而且王道医一死 小姐就全断了 不是还有张驴子 不是还有春风上人吗 哥 你别难过了 你还想 不懂 我怎么不懂了 我知道你很难过 以前没有嫂子消息的时候 你也没有放弃希望 现在有了嫂子的消息 我们就知道他还活着了 还活着 不是比没有消息更好吗 你说的挺有道理啊 对吧 我说了这么多 没道理啊 小铃铛 你来干嘛呢 对了 我爷爷做了一桌子的好菜 要请你们吃饭呢 要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好 我们酒醒了就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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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花激開炸 洗洗洗嘻哈哈哈哈 天下當得虛假 嗚嗚突然 以為了作歌的摘 嗚嗚嗚嗚嗚 成為落堂小畫 嗚嗚嗚嗚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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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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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喳喳喳 採話級級喳喳 洗洗洗嘻 haha 天下一般的虛假 嗚嗚嗚嗚 以為人做個男爭 嗚嗚嗚嗚嗚嗚 成為羅湯小花